天后纳英睽違九年再度出击 十一号举行的发片记者会 活动中纳英清点的制作人蔡建雅 也特别到场支持 蔡建雅打电话也是我非常的冒昧 也是酝酿了很久 就是你能够找一个创作型歌手当你的制作人 其实他还要跟你的风格有一点像 然后就是你跟他沟通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 同时我也喜欢蔡建雅的性格和他的那种安静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选对人了 纳英的好声音有目共睹 甚至连自己的小孩都引他为傲 我妈妈是大明星 然后还说你不信你去问问你爸妈 他们都喜欢我妈 就这样包括去超市 然后有的时候我戴口罩带他们去超市买东西 我都警告过不让他们故意喊我 然后这两个孩子就很贱 经常喊 就会跟客人那些超市的客人就拍人家 拍人家后背说 你知道吗他要纳英 随着新专辑推出 纳英动人的歌声在线 相信又会引发一波那世情歌的风潮 搜狐视频娱乐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